北京时间7月28号 在韩国光州进行的国际泳联市锦赛落下了帷幕 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斤11银3桶共30枚奖牌排名第一位 30枚奖牌中中国游泳队贡献了3斤2银2桶 队长孙杨再次收获两枚金牌 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 孙杨以3分42秒44的成绩获得冠军 实现了市锦赛该项目的四连冠 随后他又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成功夺冠 第一个道边的立陶宛选手拉布塞斯 因为出发时犯规被取消了成绩 第二个道边的孙杨实现了该项目的未免 做好自己该做的 如果我第三个出边我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虽然现在高手很多 但是我想能像我这样保持高水平的很少很少 最后50确实也是很累了 但是我想还是坚持下来了 因为有能力才能见效 最后其实就是咬牙 中部队同样实现未免的还有徐家瑜 在男子100米洋泳决赛中 还以52秒43的成绩夺冠 夏瑜哥你觉得你帅不帅现在 我现在倍儿帅 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和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 23岁的叶诗文碰拿到两枚银牌 在沉寂了多年之后 再次登上世界大赛的领奖台 叶诗文感慨良多 我觉得首先是久违了吧 我觉得其实隔了大概有七八年了吧 再次站上这个领奖台 其实心情挺复杂的 觉得你自己也从未离开过这个游泳池 可能心一直都在吧 男子100米挖泳决赛 银子贝以58秒63的成绩摘得铜牌 同时将自己半决赛中创造的亚洲记录 提高了0.04秒 随着大赛的就是累积的失败 弄得我现在也是 就是怎么说 非常看得开 这回来 来之前就说了 是开心的来 兴奋的比快的回去 我觉得我今天做到了 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 王简佳和以15分51秒00的成绩 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铜牌 感觉游戏可能跟我预期不太一样吧 因为对对手的平均能力和 就是可能就是战术和技术 都比我成熟一点 除了拿到七枚奖台之外 中国游泳队还新拿到了 八个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这其中包括三个个人项目 和五个进入到决赛的接力项目 本届时锦赛 美国游泳队共拿到14斤 八银五筒共27枚奖台 是游泳项目上绝对的霸子 其中德雷塞尔一个人贡献了六枚金牌 成为了继菲尔普斯之后 美国泳团新的领军人物 除了美国队之外 澳大利亚 俄罗斯 意大利队的奖台数 都超过了中国队 同时也有多项世界纪录被打破 这也体现出了国际泳团新的竞争卓足 从2011年试锦赛开始 中国游泳队连续四季大赛 至少有五枚金牌入账 不过此后的三季大赛 中国队的表现有所起伏 金牌数也不比从前 里约奥运会 只有队长孙杨在200米自由泳项目上 拿到了一枚金牌 一年后的冬季奥运会 中国游泳队能否重现八年前的辉煌呢 本届试锦赛会对未来的世界远寒 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 体育咖巴本期关注 试锦赛泳池基站 谁是最大名家 大家中午好 欢迎来到体育咖巴 每周一和周五的中午 我们一起开启体育迷的新生活 2019年国际泳连试锦赛 昨天在韩国光州落下了帷幕 在游泳赛场产生了很多冠军很多记录 一些人一些事也成为了话题引人关注 那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聊聊游泳话题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游泳的世界冠军张林 还有一位我的同事 游泳的评论员刘兴宇 欢迎二位 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一开始呢 我们呢还是用数据来说话吧 来说说中国游泳队这次的成绩 是取得了三金两银两铜的成绩 那这个成绩呢金牌数是和上届是持平的 而奖牌数比起上届有了一个下滑 那星宇怎么看这个成绩 其实这个今天的话题一开始啊 觉得这个稍微有点沉重是不是 而且一上来的时候 这个游泳专项解说员 我一直觉得对于这个身份 大家还是更熟悉 我是一个篮球专项解说员 但是可能随着韩老师这个逐渐远离了 咱们的这个主播台之后啊 可能会奸向多说一些游泳的项目 那么这一届市井赛尽管没有去前方 但是对于市井赛很多比赛 包括这个过程包括奖牌榜 我们也都是一直非常关注的 因为其实在上一届 布达佩斯的时候我在现场 尽管说大家金牌数持平 奖牌数这一届有所下降 但是我们的名次下滑的比较厉害 上一届我们是排第三 这届是直接调到了第六名的这个成绩 而且其实从之前的好几届 包括这个在巴塞罗那呀 在喀山呀我们都是拿到了五枚金牌 整体的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说这一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实力的下滑 一会儿呢 请张林给我们从技术层面 或者说更深入的层面分析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状态 可能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我们稍稍的从这个乐观一点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这是因为明年是东京奥运会 我们牵扯到有很多的包括要为东京奥运会要争夺 这个参赛资格的这样一些任务 所以在这一届的世锦赛上呢 肯定会有一些战略性的选择 你包括说孙杨今年已经是28岁了 而且已经是第七届世锦赛了 他的身体状态 他的体能 他不可能再像之前几届一样 就是小伙子火力壮 就全露开了之后去 从200到1500 从200到1500 我全部去参加 虽然这一届他已经三届的这个1500米的 极具统治力的夺冠 但是今年把1500放弃了 是因为体能问题 而且有一些坚相 要去打这个接力 你包括徐家瑜在这个 两百仰半决赛当中的一个 这个这个放弃 这也是为了这个接力来去做一些准备 这是从好的方面来看 就是我们其实是有战略性的放弃了一些项目 为了去保一些 要给明年的东京奥运会拿到参赛资格的项目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可能在奖牌榜上 我们无论是奖牌还是金牌数 肯定要受到一点影响 这是一个主动的选择 我觉得这是从好的层面上去看的 因为毕竟我们和意大利和俄罗斯来说 金牌是一样的 奖牌当然俄罗斯很多了 它的基础比较雄厚 那么和意大利之间很接近 就差一枚铜牌 那么如果说我们没有选择性的放弃 那可能我们的位置会更高一些 甚至于说金牌可能会拿的要更多一点 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不那么乐观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一方面呢 就是现在整个游泳队的成绩 或者说无论对于泳迷来说 对于这些媒体来说 大家的关注度似乎都集中在孙杨 或者说可能偶有像徐家瑜这样的选手 冒出来之后 大家的这种状态会为之一震 包括说像前两届游 宁泽涛当时横空出世那种状态 极个别的项目的身上 这也造成运动队 到目前就可能在一些单个项目上 依赖性强一些 整体上就稍微要差 但这次我们这三枚金牌 孙杨的200字和400字 还有徐家瑜的100洋 这都是上一届 他们也是这三枚金牌 那怎么看这两位选手 冠军选手的发挥 那这种优势 能够延续到一年之后的 东京奥运会吗 张宁 从我这次看世锦赛来讲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现在像孙杨的200 400 这种他400现在还好 但是200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的水平 大家的进步的水平 还是有很大的明显的 那么像徐家瑜的100一样 其实最后赢的也是比较微弱 这种 那么现在这个我们看 通过这次摄影赛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体的 世界移动水平都是在往前提高的 虽说我们可能看到这些 是赛的破世界纪录的状态 没有以往的季节会那么高 但是有一个普遍的现象 就是各个项目的新人 都比往界我认为都多得多 那么比如说我们拿孙杨的200字来讲 其实他以前的这个200字 这些运动员里面 他我们可以看到 孙杨一下水以后可能就是领先 然后很轻松的就在过程当中就会追回来 但这些比赛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所有人都会针对你 怎么针对你 你虽然前面我知道你能力很强 但是我会在前面游戏非常的快 让你很难就是前面就打了你的节奏 然后后面的话 大家就拼人看谁的能力强 所以通过这么多年以后 大家对于孙杨的战术 他都已经摸透了 那么我觉得他们其实对于明年来讲 我觉得现在出现这些问题 未必是坏事 我觉得是好事 那么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 有可能我们会根据这次比赛 可以做一些更真的的调整 比如说 可能会在转身出发上面 会有更多的调整 那么这样的调整的话 有可能就会 我觉得对于孙杨来讲 马上就会弥补前半场的这种劣势 那么 他现在的主要是我觉得 虽然可能也会通过这节世纪赛 去选择未来明年比赛的时候 到底要哪几项 他会筛一下 我觉得对他来讲 这次比赛确实会非常的 我也能明显感觉到 他的这个疲劳度很高 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 高强度的训练 他对于他自身来讲的话 真的是想保持一个 特别好的一个状态 他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可以 那么我觉得在明年的时候 可能还会要做出一些选择 对 这次的项目 我发现就是七美奖牌 全都是咱们的个人项目 发现接力咱们是颗粒无收 而且在全世界的这个世界泳台 后备力量层出不穷的前提下 咱们的后备力量感觉有些薄弱 而且感觉整体的实力 是不是会不会有一点担忧 确实 就是接着第一个话题 刚才我们说的 就是这个 为什么这一介绍 我们有一些下滑 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要给我们提出一些这种新的这种挑战 或者说问题 就是我们一方面把目光 可能更多的聚集在了孙杨 包括徐家瑜 一些个体的这种选手的身上 聚集在明星选手 单向的比赛当中 那么其实他们并没有能够形成一个 非常好的对于整体实力的带动 当然这几年 包括从张林 就是很多的外训 到国外的一些集训 澳大利亚 这个北美 都有这样的集训 那么很多出色的顶级运动员在这边 跟世界高中平运动员在一起训练 他们的实力很强 但是他们能不能够形成 对于整体的带动 我们还有很多基础性的这些选手 并没有这么好的这种条件和状态 那么整体的实力肯定要受影响 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女队 其实从女线来说 以前我们是半边天 甚至于大半边天 但是在现在的整体的女线的实力 是有所下降的 有一些弱的 这就在一定的层面上 我们发现 就是你的接力项目 一定是要有一个整体性的 对 那么在以前 可能说我们通过这种艰苦奋斗 通过我们的这种大运动量 大的这种 这种说意志品质的这种体现 可能很多的女选手 包括一些接力项目当中 我们的不少选手 都能够发挥出来 但是现在呢 对于个体化的这种需求 对于英才 施教 对于整个的选手的这种了解程度 其实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就在这一届上 很明显的 你像这个小叶子 说七年之后 又登上领奖 这当时大家觉得太不容易了 为什么 因为他经历了一个 对于女选手来说 最困难的这个成长期 对 那么包括你像 复原会 李冰杰 这其实都或多或少 有这样的原因 复原会二十三做了 我们说二十三还窜一窜 对吧 这个就是很多女选手 我们如何有针对性的 去对她们 在这个成长期当中 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取得了好成绩 成长期能够保证 他们这种特殊化的一些 这种调配方式 或者说更科学的训练手段 我觉得这对于我们的 整体性的这种积累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能明显看到 你包括这个 在四十二百字的时候 当时只有基辛杰和孙杨 两个人是自由勇的选手 汪顺是河河勇 许家瑜是杨勇 所以就这种情况下 你会发现 我们的整体性 确实是出了一些 这样的问题 我们的基础上 刚才星云也提到外训 这个外训 张林也是经历过外训的 那我们这次看 我们的选手是有得有失的 那张林怎么来看待 我们的选手 如何更好的 去和外教去磨合 他是这样的 这个外训 因为我是第一个出去外训的 那么我在这个 跟外国教练训练的时候 他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我们讲我们的训练是比较细 怎么叫细呢 就是教练会根据你的状况 他会时刻的去了解你 然后时刻的根据你的情况 去调整你的训练计划 你该可能今天因为你的状况怎么样 我把你的训练计划调一调 但是老外不是 老外就是我来这带训练 我今天来上班 然后你们来 然后咱们就是一个工作关系 他不会跟你交流太多 他不会问你今天状的怎么样 他就觉得 那你今天游的很好 然后你今天可能很累 就非常的简单 我们用俗话讲 就简单粗暴 那么我们的运动员去了以后 那有的时候 有的这个计划 他不适合有的运动员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在国内的时候 有时候吃的都是小赵 那么到那以后 就是比较比较这个粗犷的时候 有的运动员 他有可能适应不了 那么所以他就需要 更多次的去跟外教去训练 然后去配合 他才能有一个转变 那么这个时间 有时候可能我们一年当中 可能去一次或者去两次 那么这一两次 有的时候可能对这个运动员来讲 他可能起到这种 跟外教的磨合的作用并不大 对 那么那你怎么办呢 你只能就是说 你整个把一年的计划 全安排出来 然后我什么时候去国外 那我要在国内训练的时候 就要提前做好准备 其实说的更多的 应该是我们的队员 更怎么去更好的 去适应外教 同时那外教 怎么能够 这个阴才施教吧 对 其实呢 作为我们前方报道的议员 我台的游泳专项记者 冯旭呢 也是对中国队的表现 有了一个自己的观察 来听听他的解读和分析 奥运会前一年市井赛的水平 往往都要比之后一年的市井赛水平 要高出不少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本届市井赛的金牌数 与上一届持平 孙杨的200字 400字 以及徐家鱼的100养 这三个多金点都实现了对线 那么这也体现出 两个人作为中国游泳队 核心队员这种能力 以及稳定性 那么面对东京奥运会 这三个项目 依然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冲进点 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内 还是应该将最多的精力 投入到这三个项目当中 另外呢 中国队多名选手 在本次市井赛中实现了 对自己的这种突破 以及提升 比如说像叶诗文 他在心理上 以及能力上 都取得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突破 那么时隔七年之后 也是连续两次 站上了世界大赛的领奖牌 而严子贝同样在心理素质一关 经受住了考验 在两个项目上 四次刷新亚洲记录 取得奖牌 金基杰同样表现出色 在男子200字 400字 以及接力项目上 能吃苦 能打硬仗 多次刷新 个人最好成绩 王俭佳和 赛前受伤 但依然顶住压力 参与多个项目的比拼 并最终 首次收获 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奖牌 这些选手的发挥 都让我们对于 东京奥运会这种备战 也是增强了一个 更强的一个信心 最后呢 本次世锦赛 我们在多个项目上 也是继续取得 奥运会的入场券 比如说单项中 的400米自由泳 以及100米挖泳 与此同时呢 在接力项目上 我们也取得了 四张入场券 说完了优点 也要说说不足 那么本次世锦赛呢 中国队能够取得奖牌的 依然是这几张老面孔 也就是我们的 有一流水平的新人 数量还是不够 在首次参加世锦赛的选手中 只有王俭嘉和氏 取得了奖牌 而这也直接造成了 我们在这种 接力项目上的捉襟见肘 男子的四乘二 我觉得就是一个典型 那么第二呢 备战训练仍然需要 更加的科学化 以及戏化 有相当一部分选手 表现呢 不如三月份的 这个冠军赛 而伤病也成为 几位尖子选手的 这个最大阻碍 比如李珠豪 副元慧 以及王俭嘉和 那么第三呢 两项应该拿到 奥运资格的项目 男子四乘一百米 自由泳接力 以及男女四乘一百米 混合泳接力 最终呢 是没能拿到入场券 那么一项是因为 我们的选手发挥市场 另外一项呢 是因为不注重细节 最终呢 导致这种犯规 最后呢 我觉得有一些队员 需要端正自己的参赛态度 因为世锦赛是 仅次于奥运会 这种全世界的 最高水平的比赛 那么是非常难得的 难以复制的这种机会 在比赛中呢 即使没有机会 去争夺奖牌 那么也应该去全力以赴 去感受这种大赛的氛围 在大赛中提升自己的能力 但是有一些运动员呢 我觉得没有珍惜 这样的机会 而从世界的格局角度来看呢 这次的世锦赛的竞争 变得更加的激烈 美国上届取得了18枚金牌 那么本次呢 减少到14枚 而澳大利亚呢 确实是强势复苏 上届他们只有一枚金牌 而这次他们取得了5枚 此外呢 欧洲也有多个国家 开花结果都拿到了金牌 此外呢 有多项世界纪录 在本次世锦赛被刷新 其中包括很多我们认为 很难去刷新的纪录呢 这次都被突破了 比如说菲尔普斯 保持的男子100叠 中国队保持的 女子4成200米 自由泳接力项目 本次世锦赛 中国队中任务最重 最受关注的当然还是队长孙杨 最终他也是非常顺利的 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夺得了男子200字以及400字两枚金牌 那么在赛前呢 师徒二人也是表示 面对东京奥运会 两人的目标就是要三个项目 都要兼顾 本次世锦赛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一次非常好的检验机会 从结果来看 师徒二人都表示满意 觉得已经达到了之前一个预期 以及一个训练的一个效果 那么面对后面的这一年备战当中呢 两人还是要坚持去 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全面兼顾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一个任务 但是我觉得在未来的这一年多的时间内 如果是从二人根据实际情况 对计划做出了改变 甚至最终还是决定放弃800米 这也是一个非常自然 非常正常的一个选择 而我们也应该更加理性的 看待这样一个结果 好的又到了语出惊人这个环节了 我们选取这位朋友的留言 是关于叶诗文的 最惊喜的就是叶诗文 在女队相对低迷的状态下 回归太及时了 明年的冬季奥运会 她能回到伦敦奥运会时的巅峰状态吗 张立点评一下叶诗文的表现 这个不敢说能回到 像他伦敦奥运会的状态 但是我觉得 叶诗文现在的状态 是给很多年轻女员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 因为经过七年的努力坚持 他能在这些世锦赛 能拿到奖牌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所以祝福一世文 期望明年他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那我们回到 今年的世锦赛的一个 国际的一个格局 国际格局就是 美国一支独球 还有我们看到了 澳大利亚的复苏 那兴语怎么看这两个趋势 明年的东京 是不是他们还会 继续这样的势头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就除了美国的 一支独球 澳大利亚的复苏之外 你还要看到俄罗斯的整体的奖牌榜 他是16枚奖牌 尽管他只有三枚金牌 但是七枚银牌和六枚铜牌 这说明就是说 还是老牌的游泳强队 他的整体实力非常的雄厚 他的整个的这个 踢队建设的非常好 后备人才储备非常足 而且每年你看这个世界杯的 无论是短吃长吃的 各个世界杯的分战赛 他们的选手比的 基本上都是参赛人数最多 而且比的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常状态 可能在奥运会周期结束之后 17年他们不见得表现的那么好 像澳大利亚像俄罗斯 但是在奥运年之前的 这一届试景赛上 基本上都是他们在调整状态 而且继续了两三年之后 这一个备战周期结束的状态 所以有这样一个方法 我觉得挺正常 而且这届试景赛又爆出了 美国的一个德雷赛尔 冒出来了 一下子就把这个原来感觉 不可破的一些记录 都给破掉了 那怎么来看这个德雷赛尔的崛起 他是不是下一个菲尔普斯 或者是下一个巨星 张立 从游泳界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肯定是一个巨星了 因为从上阶试景赛 到这阶试景赛 他拿的金牌数 已经差不多是七到八枚了 这已经是一个游泳界运动员 我觉得非常 我们谈论就是说 可能以前有菲尔普斯的时候 很难以后再出来一个菲尔普斯 但是菲尔普斯其实刚退役 那么现在又处理德雷赛尔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怎么讲 他游泳界的巨星 我觉得应该是撑得上 而且他是不是 就是感觉这美国的人才 层出不穷的 就是一个菲尔普斯 刚刚退役 又冒出了一个比他还更厉害 我觉得他还是基础和传统 就是这种东西 他是一个长达 可能几十年的这种基础训练 包括他的体质的一个积累 他的整个游泳的人才的这种培养 就是我觉得都不是巨星 就是用篮球界的话来说 这叫超巨 这已经是超巨了 而且这次的市井赛 好多的世界记录被打破了 而且有一些记录是 以前快速泳衣时代的 认为是不可破的 短期内不可破的 纷纷被打破了 是不是我们感觉 在东江会之前 游泳这个项目 一个大爆发 一个飞跃的那么一个时代 其实我不这么认为 因为其实快速泳衣时代 是09年到10年那个期间 但是从10年以后 到现在9年期间 世界记录也是层出不穷的 在被打破 但是这么集中的被破 感觉这一次特别的明显 可能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在整个的 这个过程当中 世界记录在不断的破 但是可能有一些 很难破的这个世界记录 比如说蝶泳的 这个09年的记录 菲尔普斯 就有一些这种 快速泳衣时代 本身运动员就超级强 再加上快速泳衣辅助 所以这个记录 显得好像这么多年 一直沉浸在这 但是在这一届 你把它破了之后 大家觉得 好像我已经说 比当时高速泳衣时代 游得还快 就感觉是 但这其实也正常 训练手段 科学 包括人 也会素质不断的提升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想说的是 其实菲尔普斯100点 游近50秒 是一个开始 那么现在 德雷塞尔 把这个又提高了 我觉得是第二次开始 那么我觉得 从明年 东西上一回 这个100节项目 应该会有 最起码出两到三个人 还会有到50秒 也就是说 随着训练水平的提高 然后科技的不断的进步 其实科技是 融入在这个项目的 方方面面的 感觉这个系统 还不太有 再次越来 星期末 速度 达到100% 订阅 转发 转发 转发